我早上一看到那個新聞 我跟玉芳已經先 我們先來來來去說 妳的舊愛是誰 妳電話號碼換了沒 妳會找一找啊 但我的確是有朋友 她在離婚的那一秒鐘 她就馬上打電話給舊愛 謝謝 連玉芳站大S勇敢再婚 普居運業私下人品超好 今天在舒嬅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下新聞 然後就看到大S這個新聞 其實我真的蠻佩服她的 我說實話 她對前夫完全沒有口出惡言 然後也是很勇敢的 因為我看她們是20年前就曾經交往過的 她是非常很勇敢在追求她的 很嚮往她的愛情 很認真的去追求她的幸福 我覺得其實很少有女生 可以這麼勇敢做這件事情 妳還有跟初戀聯夫 初戀沒有耶 電話號碼換過 我的電話號碼換過了 好像找不到我 超簡單阿婆 超過簡單 超過簡單的 怎麼要找 電視看我就知道 看電視就找不到人 是怎麼這麼快給我 來這裡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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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裡門口等就好 那你有舊愛回頭的感覺嗎 加錢還是有吧 畢竟你真的笑得很開心喔 黃色帽子 就是當初在相處的過程 也是都還蠻愉快 對啊 就和平的分手的話 當然還會是朋友 那如果是不和平分手的 當然就沒有了 沒有辦法喔 是有曾經在又回頭 又在交往嗎 沒有 沒有在回頭交往 就是說變是 是朋友的關係 你要看我給不給吃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結束就是結束了 早上一看到那個新聞 我跟玉芳已經先 我們先來來去說 你的舊愛是誰 你電話號碼換了沒 你會找一找啊 但我的確是有朋友 他在離婚的那一秒鐘 他就馬上打電話給舊愛 謝謝 他們覺得他們在未來 就是不太容易遇得到 他們伺服的人 但是舊愛有可能 因為舊愛畢竟是 之頭之尾 對 但是比較曾經有過熱情 這也給我們 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分手的時候 一定要分得漂亮 不能夠吵架 人錢要留一線 真的 你不知道哪一天 人份又回來 剛剛跟王君大哥 小小聊了一下 他有說 是要去經業是不是 業務 對 不容嗎 他其實是一個人品非常好的人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他這三十年來都 二三十年來都還是單身 他一定內心裡面 一定有他的堅持 是一個非常圓滿的結果 最重要的不是這個過程 最重要是你最後 跟你攜手白頭的那個 有沒有就是勇敢 他真的很像他 第一個我覺得你要這麼勇敢 一定要是非常獨立的人 不管是經濟上獨立或是資本上獨立 他一定是非常獨立 而且他非常認識自己的人 所以他可以這麼勇敢做這個 我相信不是每個女生都敢做這樣 對 而且他是公眾人物 他要面對的是大眾的檢驗 以及這些批評指教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勇敢 勇敢 很崇拜 讓人不得不 一定要 我覺得女生也是在婚姻裡面 或是在關係裡面 是不要失了自己 對 我們很堅持做自己 你才會到現在 對 他也太堅持做自己 他也太堅持做自己 對 很堅持 很堅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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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